各位好,我是公屋聯會主席文宇明 打藥牛年,喜度祝願大家牛氣衝天,事事順利 過去一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症 造成重大的衛生安全問題 各國經濟遭受打擊,香港亦不能行免 各行各業受挫,失業率持續高企 我們希望在未來一年,疫症能夠得以受控 生活盡早恢復正常,人人安居樂業 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是必須的 但是改善民生亦同樣重要 房屋供應依然是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公屋聯會樂見政府在過去一年 在房屋政策方面都有一些新突破 加大了力度去舒緩基層家庭的住屋壓力 我們分別見到它有增加過度性的房屋供應 有推動劏房租務管制的研究等等 還有就是幫我們輪候了很久 等公屋的家庭是有一些現金津貼的 在這裡,我們希望香港政府繼續加油 在這個公共房屋政策方面 讓我們香港市民更加有幸福感 公屋輪候時間持續上升 公營房屋的公營短缺仍然嚴峻 不論在公營和私營房屋方面 貴勢劑問題仍未解決 我們會在不同的平台之上 向政府提出政策的窗議 進一步完善房屋階梯 在這裡祝福大家國泰民安 安居樂業是每一個人的盼望 增加公屋供應加快上樓 更加是我們基層市民的心聲 在這裡祝福大家心心安泰 置業安居也是不少居民的期望 我們要求政府重推租置計劃 檢討六置居計劃 進一步完善房屋階梯 回應置業訴求 在這裡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舊村重建一直備受拖延 那一線居住環境已經是刻不容緩 我們要求恢復整體的重建計劃 加快爆破梨木樹西村的重建步伐 我阿Sam在這裡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樓價高租金貴 香港青年人缺乏向上樓的機會 我們要求制定青年住屋政策 從年青年人上樓的希望 我們在這裡祝願大家步步高升 公屋團會 恭祝大家 家庭屋潤 牛莊力堅 事事順利 恭喜恭喜 好帥 好帥 來吧 好帥 好帥